好 农历年节将至爱花莲 食物银行也将连休九天 那花莲市公所提醒有需求的民众 可以在28号周五以前 把握这三天的运作时间 前往食物银行填表领取所需的生活物资 受到疫情影响 有不少家庭因为收入减少或待业的关系 生活经济都陷入困境 花莲市公所将来自各界捐赠的民生物资 集中后存入食物银行 让物资与爱心发挥最大效益 也让有需求的民众能够及时解决五米之炊 最重要的是不限涉及华莲市 只要有困难都可以到爱花莲食物银行申领物资 对有时候我们是很少会拥抱我们 有些朋友就比较知道这一块的资讯 所以就介绍了带我们来这里 真的太感动了 而且很无心 谢谢市长对我们的照顾 由于农历年节将至爱花莲食物银行也将联休九天 市长为加弦提醒有需求的民众 可以在28号周五以前把握这三天的运作时间 前往食物银行填表领取所需的生活物资 那最近也是年节的前夕 那我们相信很多的民众在过年期间 有非常多的一个食用上面的物品都非常需要 那我们在华莲施工所这边 特别针对我们弱势的家庭 需要被关怀的边缘户或自强户 我们有开办相关的食物银行 可以让所有需要帮助的民众 可以到爱花莲食物银行去领取相关的物资 那我们也谢谢非常多的扇心企业 公庙、机关团体还有个人 那不断的来支持食物银行 让食物银行你的物资里面都不予匮乏 那我们除了一般的柴米园酱醋茶之外 也有长辈或婴幼儿使用的一些 尿布还有一些奶粉 那我们真的希望有需要的民众 在过年前细的部分 可以到食物银行去做相关的领取 花莲市公所创13腔正式公所支线 在去年开办爱花莲食物银行 截至目前为止已受理49个单位 宫庙、社团、企业及三星人士的物资捐助 并且帮助弱势族群占度难关 总计已发放532笔物资 而目前食物银行当中 较为缺乏的是成人奶粉 仍需各界协助 记者徐丽勤 花莲市报道